後來掌握的是小三通開放的這個議題 立委陳玉珍表示 針對小三通 富航涉及人員 航道安全 口岸管理還有隔離措施 昨天就到了廈門跟一些對岸的官員有交換一些意見 雙方都認為小三通應該要儘速開放 也希望有權利的人站在民眾的立場 那麼希望可以早日開放 小三通的富航 其實只有 把這個東西當作 以民為面的話 大概答案上就是可以提任何解 這也是一個 經濟詞彙快速 那對 大概對我們不管是台商台站 或是我們金門鄉親 馬路鄉親在講 都是非常便捷 快速的這個管道 像我們昨天才就 坐飛機 我從泰泉座向門坐一個小時多 那如果我們從金門到 向門過程三十分鐘 所以是不是應該富航 顯得意見 答案是很清楚 大陸這邊對於這個不管是 航道的安全 船運的事航 船運的事航性 船運的政界這方面 都我們看到 還有上次我們 微型 五項會長 和林務委會長 和口岸的這個 相關的 CQA 部分 都已經 完全的 已經準備好了 那金門這個部分 金門這一關呢 正對這個 我想我們 先講回去 正對這個 船員 船貨 還有航道的安全 如何我們也會去做相關的 再去 檢視一番 那 防疫的這個部分 今天現在這個時刻 我也不得 王立宇的船運市長 也在金門 也在檢驗這個防疫的量 所以 基本上來講 這個 細節 是 需要 做這個程序 溝通 一旦開放後 所有大家 應該準備 包括到時候 所謂的 核生檢測 各方面的 細節 事實上 我想 兩邊都 下輪也好 金門也好 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事實上就 等著這個 東風一起 那 希望 所有 有權力的人 都以您為念 把它 當作是一個 民生疫情 站在德性 非常強 我想 開放就是 當然 還需要大家 一起的努力 好我們繼續來掌握的 中國大陸接連禁止 台灣的農產品 還有漁貨 等等輸入 對此 包括立委 陳運貞 等多名的委員 都到廈門協商 指揮中心指揮官王必勝 也到金門 拜會縣長 楊正吳 就連這個 小三通的 副航 也必須要來討論 討論 不過蘇奎卻說 如果這個時候 開放小三通 對岸可能會來 台灣 搶要 那麼立委 費洪泰 卻說我們的官員 連日本的官員 十分之一 努力都沒有 這個時候 更不應該 應該只會指責 這樣子解決不了問題 同樣的問題 在WTO 在兩年前的 兩年前 中國大陸就通知了 所有WTO的會員國 我們以日本為例 日本去年 他們把這個文字翻成日文 大肆地宣導 協助這些廠商 如何去填表 如何瞭解那些內容 日本做到了 我們台灣的 不管是衛福部 不管是經濟部 不管是農委會 我看連十分之一 日本官員的努力都沒有 這時候一昧著 只會再指責 指責解決不了問題的 我說的 我說的就是針對台商的部分 我們要如何去協助他們 那針對中國觀光客 現在的確是要三思 因為 目前中國的疫情擴散得非常的嚴重 所以對於 那個小三通 我覺得現在應該稍微的 放慢速度 播業者私下提供了 食藥署的訊息 它裡面提到的是 公司如果仍有意願 輸入中國的意願的話 那麼就是依照陸方的規定 修改註冊文件之後 在寒送食藥署 強調已經完整的 轉達陸方提供的資訊了 針對一些文件有缺漏 缺失不合格的原因 要請廠商 自己打電話 給中國的海關總署 或者是請中國的客戶 來幫你做洽詢 也就是說 你為什麼會沒有申請通過呢 你必須要自己打電話 或者是找原因 或是找陸方 提供完整的資料 或是請你 對岸的客戶呢 來幫你做洽詢 那麼 財政員就說啦 高端的補件 政府都很積極的輔導 但是為什麼跟民生相關的 跟老百姓相關的 這些農漁民相關的 還有一些食品業者 消往大陸的補件 卻頻頻卡關 隔了五天 無動於衷了 如果說他們不像 生產量萎縮 僱用人員萎縮 他就要幫忙這些人 拓展到大陸以外的市場 那如果大陸以外的市場 拓展不出去 那就能難要回頭來 開拓大陸的市場 歸來開拓大陸市場 還是要去做進行的註冊 進行的註冊有文件不足的話 那就令人很疑問 為什麼台灣有些廠商 像衛衣食品 文件就沒有問題 難道他有什麼 中共同路人的嫌疑嗎 如果沒有的話 表示你要準備得很充分嘛 那為什麼你蔡英文政府 沒辦法輔導這些人 也比照 衛衣食品的方式 來申請得到 這些相關的許可 那你表示你很懶惰嘛 你這個食藥署在忙什麼 在忙的幫高端準備文件 奇怪 你們民進黨政府 可以幫高端準備文件 為什麼不幫農移民 還有這些 所謂飲料業者 準備文件 你們在在幹什麼呢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加通的細菌 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銀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在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